那都是所谓的英国变种病毒株 就把大家搞得鸡飞狗跳了 现在全世界在担心的是什么 我们就要来看到是印度Delta变种病毒 你既然不想要让这个病毒入境的话 你就要在全境做好防堵 所以这疫情节目中心也告诉大家了 在这个礼拜就要公布相关的实施细节 也就是入境要全面筛检 而且检疫期满之后还必须要二筛 为什么印度Delta变种病毒这么可怕呢 其实WHO已经把它列为是全球主要的流行病毒株 最主要就是因为你确诊感染了Delta之后呢 这个症状是很难察觉的 有专家就直接告诉你了 如果你感染的是Delta的话 你会觉得自己好像就只是感冒一样 因为它的症状并不是很明显 你顶多就是流鼻水而已 但其实Delta非常可怕 它比先前的变异病毒株更容易传染 是大概增加了60% 而且必须要入院治疗的几率 也增加了一倍这么多 甚至有医师告诉你了 你面对Delta病毒 你就算接种了疫苗 也并不是免疫的 甚至你接种疫苗之后 你又感染的话 这个症状是完全不一样的 有医师就说到了 在接种之后感染症状完全不同 你以为你会嗅觉味觉异常 其实有时候并不会 现在反而要特别注意的是打喷嚏 这个打喷嚏 已经成为了病毒感染的新症状了 而讲到Delta印度变种病毒 你知道吗 现在已经席卷了全球80多个国家 说起来真的是超级毒 我们下輯